汤姆和杰瑞这对欢喜冤家又来搞事了 这天汤姆装起盲猫 在街头卖艺进行诈骗 一旁的杰瑞见到后灵机一动 走到对方脚下表演了起来 路人见这小老鼠长得还挺可爱 纷纷转去给杰瑞打赏 汤姆这一看 你压得敢和我抢生意 看我不教训下你 结果这猫实在太笨了 汤姆也不演了 立马来了场猫捉老鼠 梁小枝一路追赶 从公园追到天桥 最后他们跑到一家酒店门前 杰瑞赶紧溜了进去 可汤姆实在太大只了 刚想开门进去 就给门卫逮住丢了出来 逃过一劫的杰瑞 见着酒店如此气派 便找到了个老鼠洞 当做自己的新家 另一边 汤姆看着客房内杰瑞 那一脸悠闲的模样 难免感到一丝嫉妒 在邪恶想法的驱动下 他飞速攀上屋顶 踩着电线准备走进客房 结果一道闪电劈来 可把他痛得嗷嗷叫 而这一批 把汤姆的天才头脑劈出来了 只见他穿上滑翔衣 乘风飞向云层之外 紧接着直冲客房窗户 哪怕滑翔衣破损了 他都毫无畏惧 终于汤姆成功抵达客房窗户 却没想到 杰瑞处理好麻烦后 舒舒服服的躺床上看剧 可汤姆还不放弃 一个瞬移就来到了窗户 他伸出猫爪往玻璃上一滑 成功破窗而入 接着汤姆拿杯子罩住杰瑞 直接打包送走 可还没安心多久 杰瑞又回来了 汤姆快给气死 又开始了一场猫捉老鼠 一阵捣蛋下来 客房里的东西 就没有一个是完好的 突然房门开了 是副经理来了 借此逃跑的杰瑞 留下汤姆一猫在原地发战 副经理本想是把汤姆赶走 但想到还在酒店的杰瑞 他害怕酒店的名誉就此败猎 便心生一计 他不计前嫌 任命汤姆成为酒店的捉属大队长 升职成功的汤姆 走起路来都拽得不行 他一脸拽样地找到杰瑞 可杰瑞看了都忍不住笑 汤姆气得不行 又开始了追逐大戏 最后杰瑞经典的拉拽老鼠洞 汤姆又多了一个奇葩形态 事后不服气的汤姆开始设计陷阱 他先用奶酪诱出杰瑞 而面前则是长达一条走廊的复杂陷阱 等到杰瑞拿走奶酪 陷阱也正式启动 自制风扇 咖啡机 运斗 所有道具都大拍用场 最后蜡烛烧断绳子 头上的笼子成功困住了杰瑞 躲在一边的汤姆立马冲上去 盖上木箱 绕上几条铁链 最后放进货车 直接送走 副经理知道后开心坏了 看来离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不远了 而汤姆也很开心 在酒店大堂弹起了钢琴 还一见钟情了面前客人的小美猫 那小心脏啊 立马就小路乱撞了 可就在这时 一身狼狈的杰瑞又回来了 他很是不爽 这老鼠怎么还在这里 信不信我喂你吃老鼠药啊 这时总经理遛完大肥狗回来了 副经理赶紧把杰瑞藏进裤兜 自己前一秒还说解决了老鼠问题 下一秒要是给发现老鼠还在 那估计可保不住工作了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眼见了总经理还是发现了杰瑞 汤姆见杰瑞逃了 立马追了上去 而大肥狗也忍不住跑去追汤姆去了 猫捉老鼠狗追猫 这情景你见过吗 看似汤姆是在抓杰瑞 实则却被大狗揍得可惨 三只动物打揍一团 还刮起了无敌兽卷风 紧抓住狗绳的总经理都被卷了进去 最后兽卷风坐上电梯 从酒店天窗上砸了下来 大狗和汤姆探出头 结果 副经理这一看 玩他压的大蛋 可事后两位经理被老板叫去喝茶 老板却把锅全甩给了总经理头上 谁叫你把狗牵进来的 啥也别说 赶紧给我滚出去 啥事都没有的副经理找到了汤姆和杰瑞 他表示酒店将会举行一场婚礼 在此期间 只要梁小芝不闹出事 那么他们都能留在酒店 梁小芝这一听 立马和解答应 他们去逛博物馆 去海鲜市场讨鱼吃 可就在去看棒球比赛时 汤姆因为在球场上捣乱 被球迷报警 抓进了动物收容所 这时被辞退的总经理找上了门 他为了报酒店老板的仇 打算利用离间计 让汤姆和杰瑞反目成仇 在酒店举行婚礼时 闹出大乱子 总经理一阵PUA下来 猫和老鼠立马就信了他的鬼话 等到婚礼举行之日 汤姆和杰瑞在酒店碰头 梁小芝又开始了追逐大戏 不仅搞坏了婚礼蛋糕 杰瑞还把准夫妇骑着的大象 给吓了一跳 在现场四处奔窜着 之前的大狗也冲了上来 紧追着汤姆不放 最后动物们一头闯出酒店 跑到街上胡乱 见此情景的新娘 更是气得解除了和新郎婚礼 而副经理也被老板炒了鱿鱼 事后汤姆和杰瑞找到副经理 梁小芝因为愧疚 打算追回新娘和新郎 继续举行婚礼 汤姆和杰瑞踩着电动滑板 看着定位紧跟正在坐车的新娘 他们躲过层层障碍 但速度明显是跟不上 这时汤姆操纵一台无人机 载着杰瑞找到了新娘 随后杰瑞进行诱惑术 把新娘的小美猫给劫走了 作为一名爱主心切的铲屎官 新娘赶紧掉头 追起汤姆和杰瑞 他追到一座公园 这才发现 原来这里是众人 给他举办的婚礼现场 而这对一直爱着彼此的恋人 也正式结为夫妻 但这欢快的婚礼现场 杰瑞又调皮起来了 汤姆再次给折腾的够呛 这群可爱的卡通动物们 又一次的搞起了破坏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猫和老鼠真人版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